教缩鞋破被成年人盗借电动车 广西南宁警方抓获6人拆车党 南宁11月11日电 广西南宁警方11日介绍 近期南宁市公安局组织开展刀锋行动破案会战 强力打击群众反应强烈的盗窃两电案件 11月10日 南宁市公安局巡警支队打掉一个道 改销电动自行车犯罪团伙 抓获6名犯罪嫌疑人 10月份以来 巡警支队成立打击工作专班 经过前期对南宁市盗窃两电案件的研判及多方拨牌走访 掌握了谭某杰为首的长期在南宁市西乡堂 清秀 星明以及高新等城区 盗窃电动车的犯罪团伙 经过几天艰苦的伏击守候 工作专班于11月10日12时取 根据前期侦查线索 寻线跟踪 一举将团伙成员谭某杰 刘某辉 唯某郑 李某东 李某龙抓获 经查 该团伙主要成员谭某杰 唯某郑 刘某辉 为逃避法律制裁 多次教唆 胁迫未成年人李某东 李某勇实施盗窃 在直视两名未成年人出行寻找目标实施盗窃时 谭某杰等人会用自己的手机扫码共享单车 供两名未成年人使用 电动车盗窃得手后 谭某杰 唯某郑 刘某辉三名嫌疑员会将盗窃得来的电动车 卡置一些废弃的工地或者僻静无人处 对电动车上的电瓶 电机以及控制器等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拆卸 再将配件出售给李某金销赃 从中获取力 办案临警介上 该团伙作案的时间通常在凌晨3至4点 地点一般选择在一些无人职守 或者职守力量少的小区 选择没有锁大锁的车辆下手 根据警方初步核实 五名嫌疑人结火作案至今 盗窃电动车辆近百辆 涉案价值20余万元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